然後呢 說現在綜合所有街上 都插滿了張志倫的公登旗 這是公部門的資源 所以吳先生 張家在綜合真的很可怕嗎 真的很有錢 這鄭浩最懂的 要跟大家報告張家多有錢 張志倫的爸爸叫張慶忠 國民黨的前立委 半分中 對 張慶忠的太太叫陳錦定 張慶忠也算是你的貴人 他沒有亂搞就沒有太陽花 沒有太陽花就沒有後來的你 是是是 對你貴人可不可以身重一點 張委員慶忠 神進 神進了 摩台 摩台 吃果子要拜樹頭 是是是 這個叫什麼 點滴之恩全用以報 好 那這個陳錦定議員 是張慶忠的配偶太太 那他們兩個人呢 因為選議員出來選都要做財產申報 是 那陳錦定去年還在選議員嘛 就是已經做這麼久了 幾十年下來 他去年最新的財產申報 財產申報也要報配偶 所以他跟張慶忠 等於是夫妻共同持有 對 就他們家組就一起都要報 那他們家 因為名下還有很多公司 公司的財產沒辦法報在這個財產申報裡 所以呢 就是他們兩個人個人登記 直接登記在張慶忠跟陳錦定名下的房地產 兩個人呢 張慶忠和陳錦定加起來有329筆土地 329筆 329筆土地 22間建物 對 那這329筆土地呢 遍布雙北 還有在信義區 信義區的板橋的中和的啦 加起來土地面積超過17000坪 17000坪有聽到嗎 這是土地喔 我們剛剛講那個豪宅是800坪 770坪 300坪 這個200倍 200個莊園好不好 200個喔 這在哪裡 200個這個喔 200個這個 對這個17000坪跟他報紙土地喔 如果我們算樓地板面積 我們不多啦 容積用300%來算就好 300算下去 17000坪告訴大家 什麼概念 蓋三棟台北車站還有剩啦 這就是張家的實力好不好 OK 那再來我請教 鄭浩你是幾年次 我73 73是1984 他是我學長 他是我南山國中的學長 是是是 1984 那我跟大家報告 我的對手張志倫先生 1983年次 跟鄭浩差不多 鄭浩你知道 張志倫他之前2020年有被提名過 擔任國民黨不分區立委 所以有申報 所以有申報 你知道他名下 房地產幾筆嗎 等一下 我搞錯了耶 原來 夫妻合併申報是這一拆 他有些已經移轉給兒子 兒子 兒貴兒子 所以張志倫自己有自己的 他講出來刺激我一下 好 張志倫2020年的時候 查證申報 名下49筆房地產 啊 啊 是不是 我們歲數差不多 啊 人家是啊 已經領先這麼多了 欸 人家說條條大路通羅馬 他一出生就在羅馬 哈哈哈哈 你看 正好每天上節目這麼辛苦 3000載 還有主持 啊對不對 我們上次講那個新竹那個婷婷才幾頁也在那邊大驚小怪 我跟你講我 我認為我可以掛保證 這個家族 大家都說什麼台灣的民意代表很有錢啊什麼的 這個家族我認為很有可能是全台灣最有錢的民意代表家族 你講顏家那都是幾十億的喔 那像這種廖家這種這種這種都是 這種這種 這種都是幾億而已喔 10億以內的量級喔 對 講完個人 他們是百億 他們是百億的量級喔 對 所以 百億以上的量級 絕對超過百億 因為他們名下還有公司嘛 所以大家知道來在中和你看到什麼漢堡啦 漢傑 漢龍 漢黃 那些通通都是張家的 有有漢字輩都跟他們有關係 那剛剛講到五家是說 張志倫之前就擔任了五家建設公司的監察人 是張志倫直接掛名的五家 啊整個家族的不止 所以我們平常在講說什麼 啊誰拿了建商的政治獻金 啊我會拿二十萬 誰拿五十萬 臨北就是建商 臨北就是建商 家裡十間建商在開的啦 齁對不對 這就不同量級不同概念 啊剛剛講到體育是最近的事情 因為中和市民有去提 這個有人檢舉嘛 就是說這個 這個中和中和體育會 大街小巷辦公登期啦 主委杯呢 嘿主委杯 啊但是這個對駝東有拿新北市政府 經費補助 6萬 好6萬對 那現在拿公家單位補助 怎麼旁邊這邊寫 立委參選人 有沒有 張志倫 這邊還有一個照片 還拿籃球 然後他的手臂還曬得不同顏色 哈哈哈哈 對所以問題就是 有白有黑 一個活動 你拿公家單位的預算 怎麼可以為自己選舉宣傳呢 那張家也厲害 他們的回應就是說 沒有啦這個 我們只拿補助6萬而已 象徵性啦 所以這個不影響 所以你看這個就是在中和 新北的玩法啦 只要你拿的錢沒有太多 例如6萬這個滴滴答答 這樣的話公司部分沒有關係 其實你知道嗎 他們張家不缺這6萬 他們要的是什麼 公部門只要是協辦單位 他就可以在大馬路上 用公家資源掛公登期 所以現在進入到中和 比如整個中正路中山路 都掛滿他家的旗子 這才是重點 然後前兩天呢 我們張志倫把侯友宜找來 在中和呢辦了一個體育嘉年華 這就剛剛正浩講 真的很美 怎麼這邊 我們國民黨的議員 怎麼有東東在 里長通通都在 大家都這麼熱衷體育了 沒有一個跟體育有關係的人在上面 我這邊獨家爆料 來看大家看一下了 這個是內部群組對話外流啦 不好意思 各位里長早安 是是是 這個人呢 某某某理事長 其實他也是里長 這個是誰正浩一定認識 但我們就不講 各位里長早安 侯伴早上來電 選情匯報的時候 市長非常重視中和 拜託各位里長 11月6號成立後援會 一定要動員 一個里長動員最少10個人 好不好 內部群組 所以動員動員就出來了嘛 這就是動員的結果 OK 所以什麼體育嘉年華 叫做侯友宜非常重視中和選情 這就是一個選舉造勢場 好不好 再來剛剛這個是這個地點 是我們中和的景和運動中心戶外 因為當天辦兩場活動 一場是外面的體育嘉年華 一場是里面的 侯友宜張志倫 中和體育會後援會 是 好那這問題就來了 好現在里面說我們辦體育活動 但是怎樣 又有民眾受不了了 中和作風太跋扈了嘛 民眾向媒體爆料說 我們曲棍球學生有沒有旁邊是不是 有人著著曲棍球的服裝 曲棍球隊學生 對 說上課時間被要求請假 參加體育會後援會 看到沒 你怎麼連學生都消費 對啊 侯友宜要來就叫學生趕快課不要上了 請假來挺一下 這是不是政治活動 對 最後再問一個問題 鄭浩之前在中和選議員嘛 鄭浩 我們選議員的時候 可以到景和運動中心裡面敗票嗎 不行我都在操場走兩圈 對 我也在操場走幾圈 因為你是李正浩不是張正浩 如果你是張正浩的話看到沒 他怎麼可以進去 張志倫就在裡面 他有冷氣吹 我都在外面走兩圈 對我們還外面爬山爬土丘 看到沒張志倫就 繞過土丘後面是網球場 裡面跟著鞠躬握手 穿著競選背心敗票 所以大家看到了 這就是上百億身家的實力 這麼有錢在中和想幹嘛就幹嘛 是法歸於無誤 這邊要讓益川哥稍微短點評一下 五家建設公司 然後70幾筆土地 300多筆土地 總面積1萬多少瓶 1萬7千瓶 1萬7千瓶 換算成樓地板面積或是蓋大樓 可以怎麼樣呢 這個 這個 我沒辦法講下去 哈哈哈 這個 爸爸媽媽跟兒子 他們家很有錢 賺了很多錢 有了很多地 那是他們厲害 但是 你不要把自己包裝成說 你是很專業的 包裝成說我都沒這些東西 各位看那個體育嘉年華後面 那個扛棒他寫什麼 他寫台北商業大學助理教授 他會計師啊 他也沒有 他現在沒有什麼身份吧 他現在不是什麼市議員嗎 那他做這一種 這種扛棒 還把自己包裝成 他是一個大學教授 對 就是說我是一個會計師 我是一個大學教授 我看起來就是年輕有為 就是跟高文安一樣 北風北 這個匪陶匪 這樣的一個概念 可是他這個背後 我覺得這些行徑 這些行徑 就是 那時候都沒怕你知道嗎 就是說 對啊怎麼都 我覺得新北市好像沒有王法 就好像 沒有社會觀感 譬如說李正浩跑去 在這裡這種學校裡頭 在那邊操場走來走去 還把自己當成是一般的民眾 在那邊跑 然後遇到人說我是李正浩對不對 還會裝一下對不對 裝一下在那邊慢慢走慢慢跑 遇到人說我是李正浩 他就直接進去 對啊 然後直接叫學校動員學生 這個侯友與張志仁綜合體育會後援會 為什麼會有學生 邱鋒咬臭臉站在這邊 不是啊 為什麼會有這些人啊 這些小朋友啊 到底怎麼回事 然後下面那個家伙還說什麼 他說啊 學生沒講清楚啦 可能小朋友回家沒有說清楚 你在說什麼啦 就是那些小朋友 一本就在上課 不管他在上什麼課 不管他喜不喜歡上課 反正他就是在上課的時候被叫去 一起拉了這個布條嘛對不對 那對家長來說說 我們怎麼去挺這個人 為什麼我們要去挺嘛 對 我覺得中和的人口就是這樣 中和人口 不是而且未成年能讓他這樣露臉 然後去參加政治活動嗎 對 中和的人口大概有兩類啦 吳征就知道 一種就是老中和人 老中和人 他可能有一部分靠近板橋 一部分靠近永和的這種老中和人 男視角 那另外一種 另外一種是後來搬進來 因為這個有很多的大樓嘛 很多的大樓搬進來的新住民 就說新搬進來的這些住民 其實對這一種家族反而會有反感 因為他算說 他去那買一個三房兩廳 兩房一廳的 或者是租的嘛 結果他發現說 他們接下來要選出來的立法會 一萬八千坪 了解 這個很誇張啦 所以 市民這種事情要多說 這個吳征 你要把這個事情跟大家講更多 讓大家了解這個家族在這個地方 有錢是他家的事 我再講一遍 他有多少土地 有多少房地產 他怎麼賺來的 那是他家的事 但是呢 他現在把自己包裝成 是一個年輕有為的人 是一個會計師 是一個大學教授 然後把這些背後的這些事情 通通故意忽略掉 中和市民你要搞清楚 你不要找到那個方法